嗨各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韩国流行趋势 以及我个人很推荐的品牌服饰店 那因为我本身很早就开始接触到模特儿 所以自己很喜欢去观察时尚的流行趋势 自己平常也会看一些秀 所以很喜欢去抓隔年可能会流行的单品 那这一间呢,是我自己这一趟非常喜欢的一家店 那它在明洞有两家,有一个旗舰店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逛 那里面呢,除了衣服之外 还会卖很多包包啊,蜡烛啊,手机支架 各种文创周边产品 那它们都有一致性叫做Y2K 什么是Y2K呢? 其实就是Year 2000,就是2000年流行的元素 那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去看我一种选择 这个账号有介绍Y2K 因为我自己本身手帐今年设计就是朝Y2K的方向去做 像这个包包三宅一生的,非常的有名 另外这个钱包我蛮常在台湾的代购看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实际的价格 跟台湾你买到的差多少钱呢? 再来就是服饰类的 那今年我看到非常多这种极短版的真挚上衣 那当然是从Miu Miu带起的风潮 因为Miu Miu出了那个极短的摆折裙后 大家就开始流行各种极短的东西 那已经从下半身变成上半身了 各位,今年真的太流行卷花边了 我看每一件衣服不管是紧的,松的,宽的,全部都有这个花边 非常非常的可爱 让衣服多一点复古的感觉 然后今年也非常多这种两件式的设计 各位,然后每一件这边都会很喜欢有一个logo 我已经看到各种logo 爱心啊,狗狗啊 他们都喜欢这样 然后他穿起来就会看起来 看起来有点显胖耶 这边也超多这种小外套 超级无敌多 我觉得很可爱 真的很Y2K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晶莹领子很流行 每一件不管什么衣服几乎都有领子 然后这个材质这种蓬蓬整个皱在一起也是非常多 是故意的 非常多这种衣服 一定率已经从春夏开始流行 但是现在韩国是每一个都要加领子 那我个人非常推荐一定要买针织帽 除了针织衣到处可见之外 针织帽也是韩国今年最流行的单品之一 那它是做比较圆筒设计 那我觉得它会比以往的毛帽更显脸小 然后头型也会更好看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脸型做选择 那我自己比较喜欢长一点的 因为我脸本身比较长 各位今年还有一个流行就是动动鞋 像我自己六月的时候就已经入手了 然后我的配饰啊台湾很少 我都只能在淘宝上买 但你有没有看到韩国真的路边都在卖 它的动动鞋不是我买的那个cross 但是它这种云朵鞋就是胖胖的 很可爱的配饰 所以这真的是流行 大家不要再觉得我穿拖鞋出门了 推荐大家人手都要入一个动动鞋 云朵包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 但我个人就把它取为云朵跟皱褶包 那它的材质很像羽绒外套的感觉 前一阵子小飞包很流行嘛 但我自己预测接下来是大包年 因为物极必反 从Chanel推出的大包 开始我就觉得 大包来临咯 这双靴子就是Y2K的经典代表 因为它融合了泡泡 哇流行真的就是一个回圈 又回来了 没有错 那接下来要进入到实话实说的部分了 在去韩国之前看了非常多影片 那很多人推荐好逛的衣服店 我每一个都特地去采点 很多老实说蛮失望的 各位我来到这一家非常有名的衣服店 重点是它关了 现在才7点 然后Google真的不准 在韩国非常麻烦的点就是 必须要删采当地的地图 因为像我靠Google的人 什么都查不到 所以真的蛮讨厌 所以这家大家11点开7点关 再来这个牌子大家一定不陌生 全部都是台湾人 那我个人觉得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都是F size 也就是free size 你没有办法去做尺寸上的选择 那我本身原本非常想要买它的大雪梯帽梯 但是真的太短太小 今天在我身上蛮好笑的 但我觉得它们家整个材质都做得还不错 那白T意外的穿版型也蛮挺的 重点是不会透 这点蛮加分的 它店超小大概不到5平吧 它的棒球帽上全部都沾满了粉底液 单品其实不多 价格也OK 但就是觉得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亮眼 那这一家Depound也是很多人推的 那我个人也是蛮失望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算贵 但它东西其实蛮平成 它这边还有一个排铁机 就没了 这就是二楼 整加一点就这样 那它的帆布包也非常的有名 我自己个人对这种很简约风 真的没心趣 所以个人意见 和南洞这边真的跟其他地方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就很像信仪区 然后来这边的人感觉也都是精心打扮的 然后很多设计师品牌 但相对来说价格也会比较高 那它还有很多的餐酒馆啊 跟咖啡厅 那以前大家常逛的Stylelanda呢 它真的有一点没落的感觉 各位后面是nerdy 我对这种运动服饰真的很还好 因为它其实的款式没有很新也没有很流行 那它们就只是印上它们的logo 还有色彩 然后做一点小变化 所以好像我这一次特地去探店的都没有很好 然后反而是一些路边大家自己走进去的 随心所欲的找到宝藏 Badboa这家很美式复古风的店 那我自己本身对它期望很高 但最后一件都没买 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真的有一点贵 我自己觉得它的设计偏普通 但材质是好的 版型都很挺 但是图案的部分没有那么吸引我 而且它的衣服都很辣 韩式拍贴机就不用多说啦 真的是到处可见 在韩国蛮多店是没有人的 直接进去投币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 对哪一种单品最有兴趣呢 赶快留言跟我讲吧 那最后不要忘记把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分享给喜欢穿搭的朋友 拜拜